百年轻的古城应该是什么呀 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的一处戈壁荒滩上 静静助力着一座特别的古城 从航拍视角俯瞰 雪后出勤的龟形军宝 云周五照 银庄素果 成锅如同一只巨大乌龟 这个已有四百余岁高龄的古城 就是永泰古城 走进永泰古城 文宝园李冲仁一边说一边用棍子 快速在雪地上画出了永泰古城的样貌图 说起古城建筑 李冲仁如树家珍 李冲仁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 退休后他被聘为永泰古城文宝园 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现在我们做这个文旅保护工作 将近二十三年了 我的主要责任就是保护这个城墙 我每天早上一转 晚上一转 反正是下来这几十年了 就转了四万多公里 原来我们这个城墙 由于这个当时人们的这个法律意识比较单白 反正在一个那时候选传的也不够到位 人们就是在那个挖城坨 店券 盖房子这些 进行了破坏 现在这两年你看他把里外的这个路都修好了 走去比较负弹一些 再一个是这个城修好以后 你看人基本上就这个危险的地方也比较少了一些 现在呢继续在说 你想去年又把这个永泰城住宅全面复修了一下 这样永泰城慢慢慢慢好看起来了 以前我们的线路是立竿架线 但是为了保存永泰归城的历史遗址 全部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直迈电缆进行 这样就可以把永泰归城的历史古风保存下去 永泰古城因战争而兴起 由于历史变迁而衰落 作为民情两代的防御重地 已成为今天重要的文化遗产 近些年来为保护永泰古城各级政府 做了许多保护性工作 除了常规的巡查保护外 白英市也制定公布了白英市永泰城址保护条例 完成了强体强险加固 防洪工程 永泰学校建筑群修缮工程等各项项目 为文物保护和进一步的旅游开发打下基础 我们就这一年只整出身上的项目自己 为这个城桥的崩堤 结成了那个雪山架构 对这个城里的这个民房民族 也结成了保护性的雪山 下次不过我们就说 在自主整出的小母自己 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主界都 安全保护的措施上面 加大这个保护的那种范围 把这个传统重乱达到次来 使永泰的这个旅游 得到一定的发展 通过对古城历史风貌的保护 永泰古城的影视文化旅游产业 得到了迅猛发展 近年来永泰古城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来防鼓 探险和考察 美丽的大脚 汉血宝满 决战沙马镇等多部影视作品 也在这里成功拍摄 永泰古城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